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诸位 我曹美彪 只不过想惩治一下恶人 我看今天谁敢动手 我他妈就敢动手 来 给我打 是 你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你 别动 曹美彪 你 你这个话 把他 你这个丧门星 都是你搞出来的事 败坏了我善家的名声 轻点 轻点 回来 轻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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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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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幻残剑这种事情 草莓彪是从哪里听来的 我问你呢 马儿叔 什么呀 一定是你 不然谁会把这种事情说出去 太太 天地良心哪 你要这么讲 我太冤枉了 你少在我面前哼哼唧唧地装强做事 小妹 明天叫人抬我去场子 这场子我不卖了 Slide 来 看你 почему 长子望住了 先生叫我 跪下 先生 说 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太太和阿菊带来的女人说过什么 她到底是谁 我只知道那个女人叫阿慧 是卢专员府上的采访 太太说过的话 我还问你干什么 我也是听太太说的 所以我才赔了本还挨了打 你不许撒谎 我 太太给先生挖了个坑 你能逃得了干系 太太给先生挖什么坑 挖什么坑 你这个贱户 你怎么这么贱 阿菊带来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那个卢专员的府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叫阿慧的采访 马叔 把她给我捆起来 走 先生 我求你了 跟我没关系 不关我的事 先生 善家 有什么不能让我善景城知道的 我只知道她叫阿田 是扫私坊的 扫私坊 嗯 你要是再对我说谎 小心我扒了你的屁 嗯 我不敢对先生说谎 我不敢 那个叫阿田的 和他点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 我真的不知道 先生 他们说话的时候 让我出去了 说了什么 根本就不让我听啊 先生 太太让乔妹过去 说今天心情不好 想让乔妹陪着到园子里晒晒太阳 想让她下来 我这都不愿意 睡觉 我睡觉了 我睡觉了 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 真的没说什么 真的没说什么 那他都问了你些什么 先生问太太在家都做了些什么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太太在家读书 洗了一次澡晒太阳 还到珍稀的商铺里去做了做 先生 这个叫阿田的 我好像听说过 你那张臭嘴 想准了再说 想这话怎么说的 行了行了 说吧说吧 你还记得 菊儿这丫头 曾经去苏州 跟人学过书头这件事情吧 她跟的那个师父 我记得名字就 就叫阿田 阿菊是找到师父来替他报仇了 罢求不离时 这么说他们是和太太商量好了来做我了 好 好 我倒要看看这几个乡下女人能翻什么浪 马上去找她 找到她 带她来见我 我要在太太面前好好地叫醒叫醒她 去 去 卖菜呀 快来买菜呀 新鲜的鱼和菜喽 快来买啊 新鲜的鱼和菜快来买啊 快来买啊 卖菜的 来来来 这位大姐你来看看这个菜很新鲜的啊 我买青菜 特为通知日军很可能近期进攻上来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留在这里 我不在说 好 好好好 明天见啊 下回再来啊 我们走吧 新鲜的鱼和菜喽 来来往前划 走 新鲜的鱼啊 来往前划啊 来来来往前划 小姐 有鱼有菜买点吧 新鲜的鱼啊 快来买啊 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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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我在这里呢 来来 你出来一下 我又是这儿 你们都睡吧 阿田 阿田 我要走了 对不起 多保重啊 这肠就交给你了 多保重啊 这肠就交给你了 看出什么门道了 反正啊 这个女的贵得很 白天呢 好像看不出什么动静 可是一到夜里啊 夜里怎么了 又一回夜里 我看她悄悄地去了码头 黑腾下火的 居然还有船家 居然还有船家 她好像是去送什么人 送什么人 几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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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她她这个地方 这这这还都 你说什么 憋着枪 我听他们口音啊 不像此地人 都说的是北方话 像是北方人 什么人腰里噎着家伙 鬼鬼祟祟地上船 那她不是土匪 就一定是共产党 共产党 土老大这种土匪 虽说是外地人 他不过也就是 苏北这一带的一个地痞 如果听上去 有北方的口音 那她一定就是共产党 哪说 你再去给我盯着她 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小心点 千万别让她发现你 太太 先生来了 你先出去吧 走 阿辉就是阿田 阿田就是阿辉 是不是 阿田也好阿辉也罢 与我何干 你偷鸡不成十把米 这是你自找的吧 对 是我自找的 我善某人身边的贤妻 我善某人身边的丫鬟 一个不动声色地偷偷引我上钩 另外一个偷偷地跑去告密 好啊 你们两个商量好了来算计我 我当然是自找的 怪就怪我 没有好好地管束你们 你还想怎么管束 等我想好了 我一定告诉你 不过现在有些事情 我必须先问问清楚 好啊 你问吧 你不知道那个阿田是共产党 下者了吧 你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 你知道阿田是共产党是不是 你知道 好啊你 你居然和这种女人混在一起来害我 什么同窗情义夫妻情分 你全抛开不顾了 和什么鬼共产党打交道 把你这个一无所有的丈夫 往绝路上逼 我问你 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 你和你那个旧情人一样 想撑死我呀 说 单锦城 你少在我屋里撒野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同窗情义夫妻情分吗 我告诉你 我 擅景城 我一定会得到我想得到的任何东西 还有那个阿田 我不会让他好看 你最好别去碰那个阿田 我要他死 我看你不敢 你说什么 我知道你杀过人 可你杀了阿田 自己也别想好过 共产党这种话可不是乱讲的 他不过是一个骚私房小小的公投 某某自己的好处而已 跟共产党有什么相干 你把你刚才说的话 再重复一遍 我看你是搞错了 这个阿田哪 是我表姐的人 过去他在他们家里梳头 现在也不过是一个帮手而已 你像疯狗一样的到处乱咬 小心 别咬到我姐夫吴旅长那里 要是让他知道 你怀疑他们家养了共产党 这事啊 你自己就要好好掂量掂量了 这个女的她绝对有问题 迎来送往的不止一回啊 四面八方的也不止一处啊 真也好假也好 我们说了都不算 真正说了算的还是太太 这太太就是太依仗她的姐夫了 马儿说 你说吴旅长他真的会护着一个共产党吗 先生 你的意思是 他不会 我们只要抓住他 然后把他送到苏州的县府上去 到那个时候 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 他都说不清楚了 说他是 他就是 这一回我叫他脱层皮 不过先生 这个女人可是狡猾得很啊 她不会乖乖地自己送上门来的 她那伙人 要是我们跟她来应答 被他们发现了 那我们可 我这回啊 就要让她乖乖地给我送上门来 她只要是人 她就会有各种的牵绊 她惦记什么 我们就拿什么去办她 不 去把乔妹给我叫来 回来 这回 别再把事情给我办砸了 不会的 去 哎 来 乔妹 你来我家几年了 回先生话四年了 都四年了 时间不短啊 我现在就想让你走 你明天就走吧 先生 先生 乔妹父母都走了 乔妹无处可去 先生 你无处可去 我要是再敢把你留在家里的话 说不定哪天你就得把我害死 先生 乔妹心里再委屈 我也不敢害先生呀 不敢害先生 你和太太不是已经害过我一次了吗 我没有 我不是 先生 你没有 你不是 你不想走是不是 那好 那你就得替我办一件事 先生说吧 你去找阿田 阿田 菊儿的师父 见了他你就跟他说 菊儿被我抓走了 怎么了 不想去是不是 不是 我是替先生担心呢 你替我担心什么 我听说 那个阿田很厉害的 我用得着你替我操心吗 这就去吗 先生 这就去吗 先生 你回去对太太说 先生要带你去办货 你给我记住了 你要是今后再多嘴的话 就给我去死 就给我去死 把影哮 要是把事情办砸了 看我怎么教训你 好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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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休息 有了 阿田师父 瞧我 这么慌慌张张的 出什么事情了 阿田师父 居然被禅城抓走了 禅城 你看清楚了吗 我看清楚了 这回 先生说要好好制止他呢 抓到哪里去了 抓到 小码头的那个仓库里 我去看看 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你们干什么呀 阿田 我们俩可是不打不相识啊 幸会 这不是单先生吗 你堂堂的读书人 还给小女子设这样的局 你找我 我还能不来吗 果然是伶牙俐齿啊 连一个心如死灰的摊子 你都能说得动 可惜啊 我们俩今天不是来交朋友的 我们之间有笔账还没算 什么事 还要烦劳东家亲自来跟我算呢 我的账啊 陆经理早就跟我结清了 先生要是有什么地方不明白 可以回去问太太呀 陆经理呀 一笔一笔的 都交到太太手里了 你少跟我装糊涂 你既然清楚你自己的身份 你就不应该跑到我家里去闹事 居然趁我不在的时候 跑去我家里 蛊惑我太太 社稷来陷害我 阿田 我们之间可是无冤无仇啊 这回可是你自找的 我们之间真的无冤无仇吗 先生是做坏事做得太多了 连自己都不记得了吧 远的不说 就说菊儿吧 她是我的表妹 你先害死了我的表叔表审 我知道 你不害死第三条人命 你善景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谁不知道啊 你善景成是梁家道叉门的女婿 你心里想什么 那镇上三岁小孩子心里都清楚 我也奉劝你一句 你要是想夺善太太手里的东西 也没那么容易 弄不好 连你的性命都会搭上 你这话是从哪里听来的 这不是事实吗 你别跟我卖关子了 等我把你送到苏州县城里 我要你跪在我面前跟我说 你怎么把我送进去 还得怎么把我接出来 不信我们走着瞧 阿田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线 就你那点雕虫小技 在我善某人眼里 你是共产党 对不对 凭这一条就可以砍你的头 你说我是共产党 除了你相信谁会信呢 我都要去跟吴太太谈谈 说你借刀杀人图谋不轨 你把善太太一步一步逼到现在 就是想夺她的家产 我们到最后看看谁的人头先落地 好 好 我就先看了你的头 看你怎么说 来人 把他给我困起来 是 看牢了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放开 来 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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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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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怎么了 乔妹 菊儿 你快点走吧 你快走吧 为什么 你就别问了 你快走吧 你不说我怎么走啊 哭什么 是不是善先生跟你走了 菊儿 我对不起你 我骗了你师父阿田 可是 这是善先生逼我这么做的 菊儿 你可别恨我呀 你骗了阿田 我骗你师父阿田说 你被善先生抓起来呢 结果阿田去救你 被善先生抓了起来 善京城说 阿田是共产党 而且今天晚上 就要送阿田去苏州县里入关呢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 巧妹 谁让你干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别冲着我喊哪 快想想办法呀 大人哪 被关在小码头的仓库里 你去门吧 你们去门 去门吧 你去门吧 你去门吧 哎呀 怎么啦 这怎么了 可了 姐妹妹来一下 那是什么 有话说 怎么啦 怎么啦 怎么老的啊 怎么啦 怎么啦 快来听口说 现在留下一辈人在这里盯班 还有一半人跟我回宿舍去 是来的啊 怎么会这样啊 是日本人来了吗 是日本人来了吗 陆经理走了 那谁是经理啊 阿田就是经理 阿田说了 让一半人跟我回宿舍 还有一半人在这里盯班 跟我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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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们 安静一下 我有话要说 阿田姐被单景城抓走了 今天晚上就要送到县城去问官呢 这什么事啊 单先生 他为什么要抓阿田呢 就为了上次 他要把厂子卖给日本人的事情 他还说阿田是共党 什么是共党啊 什么是共党啊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阿田是为了我们大家的事情 惹恼了善静城 我们做人要有良心 我们是不是应该救救他 那你说该怎么救啊 是啊 该怎么救啊 你说呀 你说呀 他不是要把他送到县城里去吗 嗯 我们就要让他送不成 姑娘们 我看可以 大家收好东西赶紧跟我走好吗 好好好 快点姐妹妹快来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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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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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船 走 姐妹妹快上船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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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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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我不会杀你 我也从不杀人 不过去了官府 我就不知道了 你以为你这么借刀杀人 会得逞吗 对 子仇不报 非君子啊 这话你自己记清楚 带走 走 走 快走 船呢 这 马叔 怎么连一条船都没有啊 怎么回事 这这这 那有条船 把船划过来 划过来 划过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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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把带给我看好了 快 来 来来来 小心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姐妹们 他们来了 快 快点 弟弟 快 快 快 安婢 还给我 来来来来 安婢 安婢 做什么 做什么 来来来 安婢 安婢 这人干什么 来来来 干什么 干什么啊 你们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玩的 安婢 干什么 记下 抓住她 安婢 干什么 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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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 快点 打他 打他 快点 打他 打他 不要进来 小子哥 阿姨 你怎么下来啊 阿姨 杀 杀 阿姨 我们走 快点快点快 开车门 走 走 走 去 马儿竹 别别别 别别别 发动了 快点 or her 不够了 快点 打他 照顾 打他 打我 准备 打他 打他的 功 赶 打他 打他 衷 有 家 儿 在 小心啊 来 快进屋吧 菊儿 骚死坊 我们是回不去了 那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乌镇 我本来就不想待了 再待下去早晚被山景城那只狼给吃了 这么说 你已经有打算了 唐嫂带我去过常熟的梳子柳家 梳子柳 她敢教你 说好下个月就去的 本来想告诉你的 不是昨天晚上出事情了吗 菊儿 真是长大了 好好学们手艺吧 我还会来看你的 常熟那里要是有好人家 就给自己找个婆家吧 你也不想了 不说这个 等我学了手艺我还来找你 我看你也不能在这里 では 快看你 快看我 快看我 快看你 快看我 快看我 廢堡 快看我 快看我 漏流 日寇的侵略 让菊儿又失去了 疼爱她的师父 留天让一家 菊儿跟随奔逃的难民 再次流落到 看似平静 实则危险 一姬四伏的苏州城 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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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儿 喂 梁大夫 真的是你啊 梁大夫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怎么了你 这算不算是我们有缘分 不冷了吧 不冷了 走 进屋去 来 我帮你拿 来 来 快 快点 梁大夫 你怎么也睡在这儿啊 以后不要再叫我梁大夫了 那叫什么 梁守平 你可以睡在外面 为什么我不可以 我们两个不一样对不对 我们两个不一样对不对 我们两个是不一样 我是少爷 你不高兴了 谁说的 来 一会儿跟我走 带你见个人 谁啊 反正 不是善景城 菊儿 跟我说说 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 说说你吧 我 是不是还开那家小诊所 你是说 在你们家开的那家小诊所 早就不开了 是我连累你了 没关系 怎么是你连累我呢 我跟单老爷 就像前世有仇一样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 后来我就上山了 上山干吗去啊 什么都干啊 多谢 老爷 感谢观看